美国太空总署的无人探测器洞察号 在经过近7个月的飞行之后 台湾时间周二凌晨降落火星表面 在准备登陆的那一刻 探测器要先以每秒5.5公里的高速穿越火星大气层 面临设施1500度的高温 地球在这段过程会短暂经历 6分半钟的时间是收不到讯号的 成功登陆后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洞察号将在火星表面探测两年 洞察号发射后历时6个月的飞行 将以时速1.98万公里进入火星大气层 为避免过热 机身有隔热层保护 一旦探测器降到足够低的速度 降落伞将打开 之后速度减慢至每小时8公里 NASA称这个过程为恐怖6分半钟 在人类过去43次火星任务中 仅18次成功登陆 成功率仅为40% 全部由美国达成 洞察号登陆火星后 将伸出1.8米长的机械手臂 挖掘火星地表下方的土壤 探测火星上的地壳震动及温度 以便更全面的了解火星 洞察号的中心仪器是一个由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制成的地震仪 机身上也有6个地震感测器可侦查到火星上最细微的震动 同时能深挖地下35公尺 是首次有仪器能准确探测火星地表下的温度 了解有多少热量从内部流失 探测器注满燃料后重量超过360公斤 洞察号汇集了美法德科学机构的心血 这项耗资9.9亿美元的任务 目的是搜集有关火星的资料 为日后人类登陆火星做准备 NASA希望于2030年代展开人类探索火星的任务